高德夫 高德夫 怎么 runs 好 长家 你现在吹的是什么曲子 我怎么听得这么耳熟啊 好像是在哪儿听过一样 这个曲子是我家乡的小调 名字叫做乙亲人 乙亲人 我只是觉得这个曲子 这个旋律有点耳熟 什么名字 我倒是记不得 这首曲子 是我老爹在世的时候 最喜欢吹的 我的弟弟也特别爱听 这个曲子 我小的时候也特别特别爱听 只是有好多年没有听到了 现在也忘得差不多了 真没想到 今儿在这儿听到了 客官莫菲 也是陕西榆林人士 没错 那你可记得 造脚村中 有一户姓李的农家 那户人家 有一对罗安生兄弟 个个叫李德陆 弟弟 叫李德福 你是 住宵 李德了 大体 德福 还认你的哥哥吗 你还活着 你没死 德福 德福 真没想到 哥哥在有声之年 还能再见到你 我原本以为 你早就不在人世了 哥 德福 哥 德福 哥哥 世叔姑娘 所大人 什么事这么着急啊 我告诉你啊 我在这敖拜府当中 又发现了一间小小的密室 这大不完的解药 说不定就藏在里面 可是这些工匠呢 笨手笨脚地打不开那个机关 我想这怎么办呢 我想来想去 就想到了世叔姑娘你呀 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打开 但是我去试试吧 太好了 快请吧 走 大哥可成家了 嫂子可贤惠 有几个子女 成家了 有三个孩子 两儿一女 至于你嫂子 你嫂子 他早已不在人世了 是啊 这世道原本就不太平 又有几家人 能够骨肉相守的 大哥即便如此不幸 也比小弟强多了 当年你引开追兵之后 我就一个人在外四处流浪 到处打听你的下路 后来多尔滚把我抢了去 在他府上做了奴才 几年之后 他见我做事机灵 就把我静了身 送到皇太极身边伺候 那时候 我本已有了心意的姑娘 却被迫 做了这不男不女的太监 小弟啊 这么多年你受苦了 大哥真的没有想到 你还能认我这个哥哥 我原本以为 你现在在紫禁城中 是要风得风 要雨得雨 而我却是穷困潦倒 我真没想到 你还能认我 哥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呀 我在这个世界上 就你这么一个亲人了 我怎么会不认你呢 哥 我如今有了用不完的金山银山 郑愁没人跟我分享呢 这下好了 你来了 哥 你把侄儿侄女都接进京来 我在京城给你买一处大宅院 然后再续几房七庆 咱们兄弟好好享受这下半辈子 弟弟啊 你的这番心意 哥哥心灵了 但是哥哥这次找你 并不是为了你的钱财 哥 你一定是想谋一个好的差事对不对 你放心 包在小弟我的身上 一个月之内 我先给你谋个闲职 年内呢 我再找机会 把你外放到一个油水充足的附属之地 怎么样 我也不是为了做官 既不想发财又不想做官 哥 那你到底想要什么 只要兄弟能办得到的 绝对没问题 德副 你知道哥哥 现在是什么身份吗 什么身份 我很久以前 已经把名字改了 我不叫李德露了 那哥哥 如今叫什么 李定国 认识我 世叔姑娘 真是辛苦你了 左大人 吃了 左大方 我查看一下 左大人 这香烛没有解药 全是文书信件 没有解药 我看看 这才是文书信件 碰城 哪菜 我走了 把这两个箱子给我封起来 抬进宫去 呈给皇上 德夫 你可愿意跟哥哥一起 共干一番大事业 光复我大明王朝 德夫 你倒是说话呀 德夫 你就心甘情愿地 做大清的奴才吗 做大清的奴才怎么了 他诸明王朝给过我什么 杀死了我的爹娘 饿死了一整村子的人 害得我们骨肉分离 逼得我走投无路 只能在死尸堆里面抛尸的 后来 还被迫做了这不男不女的太监 我辛辛苦苦了三十多年 我苦慌了三十多年 如今你却让我为忠实的后人 去冒杀头的危险 德夫 你听我说 我不听 这 我知道 我听说过你李定国 朝廷还以为你战死在云南里 没想到你还活着 还足建了一个什么大明义士联盟 道不同不相为谋 你我都不必妄想劝动对方 我只有一句话 你若做回李德陆 那你还是我大哥 我愿与你共享荣华富贵 但你若坚持做你的李定国 那你我 就当彼此早在四十年前都死了吧 弟弟 哥 我最后问你一句 你是要做李德陆 还是做李定国 我李定国生是大明的人 死是大明的鬼 他 他就这么走了 我还指望着 能从他那里 打听到有关敖拜内奸的消息 义父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既然他贪图荣华富贵 敢为大清走狗 那我就当他四十年前就已经死了 现在的他 就只是大内宗官李德府 不再是我的弟弟 你们以后行事 一切以我联盟利益为主 且不要顾忌我和他的兄弟之情 他中了敖拜的大补丸之毒 现如今 敖拜被关进了天牢 若没有康熙的首令 谁也不能见他 敖拜没有办法 把每月大补丸之毒的解药给他 义父 你看 我是否要把彻底 解除大补丸之毒的解药给他呢 不 不 不能彻底帮他解脱 你在宫中多次试探他 他 以他的心机 这次我跟他相认 他多半会怀疑到你 万一敖拜供主他来 那他 极有可能出卖你跟义患 甚至出卖我这个亲哥哥 来降宫赎嘴 那义父的意思是 眼下 只能利用大补丸来控制他 这样 一来可以保证你跟义患 在宫中的安全 二来 你跟义患在宫中行事 有他相助 也会便利一些 可他毕竟是您的亲弟弟 我跟义患的叔父 我们这么做 未免也太 太子 你以为我如此酸计 我的心里就好受吗 他可是荡燕 我活出性命 需要保护的亲弟弟啊 可现在 在国家大义面前 我没法再顾及兄弟之间 朱慈萱代表朱氏所有人 和逝去的列祖列宗 多谢晋王大义 这什么意思啊 我刚出府的时候 这丽贫娘娘还好好的 龙大人啊 俗话说得好 天有不测风云 人有旦夕祸福啊 龙大人 你是一个聪明之人 这向皇上禀报 丽贫娘娘 轰事的消息 这折子 还是由你拟一下吧 就算是 你我 联明吧 快 队下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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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卧槤 真是弘年拨命啊 皇上要是听到这个消息 肯定是 圣心蒙忧啊 是啊 龙大人 皇上乍闻 礼品娘娘 轰式的噩耗 难免是有些感伤啊 不过龙大人你是知道的 好在后宫家里三千啊 过些时日 这事情放一放 我看也就过去了 来 其实这样也好啊 叔总兵跟着礼品 黄泉路上总算是有作伴的了 他们这一走 我们总算是安心了 来 刘大人 那我就不在此喝酒了 我想带着万姑娘去小别院 单独地听他谈谈琵琶 喝个小酒 你觉得如亏啊 龙大人还是个急性的人儿啊 好 你且去风流快乐 这个 礼品娘娘娘的后室由我来撩零 不过龙大人切记啊 这个请罪子折走 要加进你好啊 你放心吧 龙大人 那龙某就先行告辞了 送龙大人 龙大人 请 万姑娘 好生伺候龙大人 是 小女子一定听大人的话 服侍好龙大人 只是 小女子尚有一事相求 万姑娘请讲 听说 大人府上的梦祥和梦护卫 因为冒犯了大人 而被您下了狱 小女子求大人开恩放了她 万姑娘 你为梦祥和求情 你认识她 牛大人 就看在龙某的面子上 放了孟护卫吧 让孟护卫 送我们去别院 龙大人 放了孟祥和不难 不过 本官有些糊涂啊 万姑娘 你是怎么认识孟祥和的 你又是怎么知道 孟祥和犯了事 下了大狱呢 我 因为小女 在求老板府上 和大人府上住的时候 孟护卫对我多有照顾 所以 我对她心怀感激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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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了 老爷 慌什么 慢慢说 叔父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丽萍死了 不是 是丽萍娘娘她 她不见了 什么 怎么会不见了呢 当时 当时我们正在诵经祈福 丽萍娘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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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拿药来 小姐莫怪 我也不想害你 可我没办法呀 我一家老小的性命 都搁在巡抚大人那儿了 你要怪 就怪老爷生前 为什么老跟巡抚大人作对吧 皇管家 郭妈妈 怎么是你 皇管家 小姐是你跟我从小看着长大的 老爷现在尸骨未寒 你居然对小姐下毒手 她不是你家小姐 她是我家小姐奶娘 小姐呢 走 搜搜 这边 这边 自己搜 走 怎么样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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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念经的时候明明看见小姐走到屏风后的呀 这屏风只通后院 这后院大门又上着锁 她只能在这儿啊 这就奇了怪了 走 继续走 真是个废物 你们这么多人还看不出一个女人 大人 大人饶命啊 大人 小人已经尽力了 这树文心是小的看着长大的 她 她可是手无腹肌之力呀 又没有攀爬的工具 我就不明白 她是怎么爬上那么高的院墙逃走的 难不成 难不成她长了翅膀不成 不用说了 你们这还看不出来吗 这事早有准备啊 龙大人 这丽品娘娘现在何处 你应该是最清楚吧 我说我不知道 刘大人相信吗 你们说我相信吗 来人 快 快 龙大人 龙大人 你现在可以告诉我 我信吗 不过此时此刻 本官还是很佩服你的 此情此景居然如此镇定 是个见过大阵仗的人 不过本官还是不明白 你为何要跟本官做对道理 你以为你救了丽品 他就可以在皇上耳边 给你多吹吹枕边风势吗 就可以免除了你 善杀朝廷命官 伪造玉玺 假传圣旨的罪责吗 你 龙大人 巡抚大人派人前来 请龙大人过府上一阵灾事宜 好 我知道了 我换身衣服就过去 那小的先为大人准备车马 你们说这个人会不会就是被刘德昭售买的内奸啊 有可能 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没有时间来找出书府当中究竟谁是内奸了 主子 你带着义欢还有丽品娘娘牵走 我怡荣成你的样子 先去刘府稳住他们 龙小弟 这个时候就别啊了 就听我哥哥的吧 他武功很好的 你放心 若是没有咱们拖累他 他一个人 谁都控制不住他 而且我跟主子身材相仿 倒正好方便互相一容 义欢 我帮主子一容 你去通知丽品娘娘 让她做好准备 马上逃走 好 好 主子 多保重 要不要带几个侍卫 不必了 你跟义欢更需要人保护 等我去了刘府 引开刘德昭的手下 你们就赶紧出城吧 等一等 多加小心 不要恋人 务必全身而退 多谢主子关心 李建卿 怎么会是你呢 别乱动 别动啊 走 姓李的 放了我姐夫 不让我弄死他 我跟万姑娘非亲非故 你以为用她 就能威胁到我吗 少跟我来这一头 你跟那个姓龙的 自诩为仁义之事 为了那些灾民 你们都能犯下 这么大的罪行 你能眼看着这么一个 手无寸体的女人 为你送命 放人 万姑娘 我刚才就是 顾及到你的安危 才想用忌惮你离开 没想到 你还是放不下孟小河 也罢 求贵 只要你把她放了 我就放了你姐夫 你当我是傻子 先放了我姐夫 然后束手竇琴 我就放了她 不然的话 我就弄死她和孟小河 好 我答应你 好 好 好 行 手上刘大神 刘大神啊 你是卿城 没错 我是雪卿城 不行小师妹 我不能跟你们一起走 这府上既然出了内奸 我们的计划暴露 孟小河也迟迟不来送信 说明她已经出事了 我要留下来 跟师父一起救出孟小河 和舒婉欣 放他们一条生路 徐姐姐 你放心吧 朱哥哥都说了 她会见机行事 救出孟大哥的 大师兄虽然武功高强 可留她一个人 在这里对付刘德昭 这帮心狠手辣的禽兽 我不放心啊 徐姐姐 我觉得你对朱哥哥真好 事事地为他着想 小师妹 你别多心啊 是因为大师兄身份特殊 所以我才把他的安危 放在首位 我知道 你不用多心 我心里都明白 柱子 你们先离开 我留下来 为什么 臣妾手无腹肌之力 身子虚弱 若是主子带臣妾一起走 会是一个很大的拖累 可是刘德昭已经打定主意 要跟我这个钦差大臣翻脸了 你留下来的话 会很危险 刘德昭和您翻脸 可以借口说你伪造玉玺 假冒钦差 可臣妾是真真切切的 丽贫娘娘 她不敢公然害我 若是来案的 臣妾这府上 大多是跟随家父几十年的老人 不可能都被刘德昭收买 他们必定会尽全力保护臣妾 再说了 只有主子安全了 臣妾才会安全 是啊 龙小弟 丽贫娘娘说得对 第一她留在这儿 可以稳住书家的内奸 还有就是可以为我们逃出太原 多赢一些时间 你就听她的吧 只要你脱身了 他们不敢对丽贫娘娘下黑手的 来人哪 来了 娘娘 你有何吩咐 你去把府里的下人都集中到大厅 我要让大家和我一起给老爷送经祈福 是 朗奴马上去办 来 主子 一会儿府里的下人都会集中到大厅 你们就可以从后门离开了 叶欢啊 我不在你们身边 你一定要保护好主子 保护好自己啊 放心吧 丽贫娘娘 我虽然武功不行 但是什么放毒啊 防身啊 我都是可以的 倒是你 现在叔府特别不安全 你得自己小心啊 温馨 想不到你平时柔弱 却是这般冷静果敢 待我平安脱身 一定想办法马上回来救你 待回到了紫禁城 一定好好奖赏你 主子安全 就是对臣妾最大的奖赏 来 万姑娘 你准备好了吗 快了 麻烦您再等一会儿 他们怎么还不来 这可怎么办啊 你们可算来了 你 你是 叔姑娘 我就是薛青城 咱们总算见面了 我们真的是 长得一模一样 多谢姐姐以身相替 我才能有机会 和孟哥哥私奔 当初行事所迫 不得不暗中劫走姑娘 还望姑娘见谅 好了 现在不是说话的时候 有什么话 还是出去再说吧 叔姑娘 你赶紧动身跟我们走 不行 走不了了 刘大钊宴请钦差大人 邀我前去陪九诸兴 怪不得穷敏在外面守着 如果他去演习的话 那对龙大人 就更加不利了 来 万姑娘 衣服换好了吗 别再拖延时间了 快点啊 万姑娘 万姑娘 你如果再不回应 我得冒昧进去了 我得冒昧进去了 走吧 好冷 你 乔冠 你看你干的好事 我也不知道啊 她 她 她怎么就会武功了呢 她 少废话 小姐 怎么是你啊 管家 你说谁 她是我家小姐 离皮娘娘 可是不对啊 我家小姐不会武功啊 谁说入宫之前 常和老爷骑马射箭 可能都是闹着玩的 怎么突然之间 这两戒二官 是替书家赏你的 你 你到底 是不是我家小姐啊 刘大人 让这些官兵都退下去 姐夫 退下去 退下去啊 退退退 退下 快 都快点啊 刘大人 放了孟香盒 给我们准备三匹快马 我背马 背 背马 背马 快 呢 出发了一死 伦姑娘 你不要着急 秦城他们一定会平平安安 把你的孟哥哥带回来的 但愿他们三个能平安无事啊 阿彌陀佛 菩萨保佑 菩萨保佑 来了 什么来了 我听到马蹄声了 看 青城带着你的孟哥哥 他们回来了 碗妹 孟哥哥 碗妹 孟哥哥 太好了 刘德昭那个狗官 没有为难你吧 没有 好歹我也护了他十年 救过他无数次 他对我算手下留情了 只是给我灌了些 淑金软骨的药 把我灌进地牢了 多亏李兄和雪姑娘救了我 还帮我解毒 恢复了武功 来 感谢三位的救命之恩 我们无以为报 在此 我们两个就给三位 磕头谢恩了 孟兄 快起来 来 我 你 我 我 你 虽然非亲非故 却因容貌相似 结下了不解之缘 孟大哥 也是位忠义之人 看着你们两个 终于能够冲破一切障碍 携手此生 姐姐我啊 不知有多羡慕呢 我啊 你也不是有李护卫吗 我只愿你们也能冲破一切障碍 我只愿你们也能冲破一切障碍 她的未婚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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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我们倾城的好姐妹 她们从小一起青梅竹马长大 所以她们的关系只是兄妹之情 对不起啊 我给弄错了 那我祝你们 好人一生平安吧 虽然我不知道 你们为什么要绑架我 又让雪姐姐顶替我入宫 可我知道你们都是好人 婉姓妹妹 今日我不得已 在刘德昭等人面前 显露了武功 她们肯定会怀疑我的身份 但只要你不暴露行踪 不落到刘德昭等人的手里 她们就没有证据证明 我是假冒的树碗心 所以姐姐拜托你 一定要远离山西 小心隐藏行踪 好 三位放心 我与婉妹此去 必定寻个隐秘的地方 隐姓埋名 男更女之 过些平淡的生活 绝不给各位再添任何麻烦 如此甚好 王兄 其实我也很羡慕你 李兄 你不也有青梅竹马的心上人吗 听说 还是从小就定亲的未婚妻 不像我跟婉妹 还要经历这么多波折 我和我那未婚妻之间的波折 只怕比你们还要大 说来话长 不说也罢 李护卫 此地不宜久留 我们还是和叔姑娘他们 就此别过吧 好 孟兄 你和叔姑娘各骑一匹马 赶紧快马加鞭 离开山西 好 多谢 山高水长后会有期 后会有期 保证 薛姐姐 李大哥 再见了 一路平安 保重 驾 驾 师父 你跟我们一起去见康熙吗 我就说你的病已经好了 不 我要回明珠谷 协助晋王查出谷中间隙 秦城 以前我陪你进宫 是担心你的安危 如今现在宫里面 有太子还有易欢来照应你 我就放心多了 你就告诉康熙 虽然我的病大好 但是我要留下来给老姨守灵 嗯 那师父 您一定要多保重 多保重 行了行了 消消气消消气 好 水 对对对 你说啊 这个李建青啊 喝口水 在外面没被别人打死 你想烫死本官啊 不能轻着点啊 怪我怪我 你说这个李建青啊 实在是太可恶了啊 不 还把本官给伤了 我不杀此人 我拭目为人 解副 你放心 如今整个山西境内 都通缉他们呢 跑不了 九哥 你说这个万苏姑娘 她会不会是这个丽贫 舒婉心啊 不大可能吧 不大可能吧 这万姑娘是我手下 从外面掳回来的 而且奇得怪了 她本来手无腹肌之力 怎么突然之间 就成武林高手了 嗯 那这个万苏长得跟舒婉心是一模一样 而恰恰就在这个当口 丽贫娘娘从叔府消失了 书管家 在 你仔细地回想一下 这个丽贫娘娘回府以后 她与她进宫之前 到底有没有区别 有 这次小姐回府以后 确实与以前有所不同 我还以为 她是入宫做了娘娘 这气质一态 自然与做小姐是不同 现在想起来 她应该不是我家小姐 嗯 你的意思是 有人冒名顶替 舒婉有这么大的胆子吗 找个人冒充她女儿进宫 舒管家 那 斜持求贵的 可是 丽贫娘娘 反正我家小姐不会无功 斜持求老板的 肯定不是我家小姐 至于是不是丽贫娘娘 我还真不敢往下定论 莫非这书剑 找了一个样貌相仿的江湖女子 冒充你家小姐进宫 这万苏 才是舒婉心 万苏 舒婉心 姐夫 我觉得你这推测啊 应该是对的 她本来应该是找了一个 极其隐秘的地方藏起来了 后来知道她爹病重了 才冒险出来 要见她老子最后一面 可是没成想半路给我结了 她为了不暴露身份 才谎称较万苏 嗯 此种说法是最为合理的 那舒婉为什么要找一个武林的高手冒充她女儿进宫呢 她意欲何为啊 既然咱们能够证明这个龙三是个假冒的青斋 若咱们同样能够证明这个丽萍娘娘也是假冒的 也是假冒的 那咱们可就什么都不怕了 轻点轻点 是 黄祖母 可有皇上消息了 赚钱还没有 皇上都已经半个月没有消息了 妾身的叔叔也没有了音讯 该不会是 该不会是出了什么意外吧 你慌什么 越是情况不明的时候 越不能慌 锁头半个月前曾送来密奏 说是皇上要办刘德昭 为防刘德昭苟急跳墙 奉了皇上的旨意去调育巴赞的兵 也许他不在皇上身边 也没什么密奏的 所以就没有送来 可是不仅有刘德昭 还有吴三贵的人也盯着皇上呢 妾身是在担心 吴三贵倒的确比刘德昭更可虑 但也不必过分地担心 吴三贵的嫡长子 吴应雄还在咱们手里呢 哀家已经另派心腹前往山西去接应 你呀可是后宫之主啊 千万不要乱了阵教 切记不要让别的贫妃们知道 皇上去了山西的情况 免得多生是非了 多谢皇祖母提醒 切身明白了 搞定 好了 真香 老大 你这偷鸡摸鸽的本事还真不错呀 注意啊 我不是偷的 我在农户的鸡窝里放了一定碎银子呢 得了吧 不告而取就是偷 行行行 我偷了 待会儿你别吃 你别吃啊 那瓶娘娘来 好香啊 来吃吧 吃饭的这儿还有啊 接着来 我 我的呢 你的 你刚才不吃了吗 这是偷的 你就别吃了呗 要不然就跟我们分赃了 不是 主子 您先用我这份吧 你看看 日晚新好 来 雷平娘娘 来 好 好 好好吃 乐乐 没想到你还有这手艺 那当然了 我从小学别的不精 但是我以前有个师傅 他是钱明的厨子 是最有名的厨子 所以我跟他学习的时候 可认真了 钱明最有名的厨子 裕厨啊 主子 千万别听义欢瞎说 那个教咱们做饭的师傅 不过是在大户人家掌过勺而已 是啊 我吹牛嘛 别别戳穿我呀 不好 有大批人马追过来了 你怎么听到的 等你耳朵听到是 那就晚了 四面八方都有人追过来 我们被包围了 什么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突围啊 这批人武功不弱 人数众多 若强行突围的话 恐怕男护主子周全 幸好 我做的人皮面具还在 只能用之前的办法了 我找一个侍卫兄弟 扮成主子的模样 我们先引开追兵 东西都不要带了 赶紧撤离 好吧 好吧 鹿小弟 他们为什么都黑衣蒙面啊 他们不是刘德昭手下的官兵吗 刘德昭应该是想嫁祸给牛角寨上的山匪 所以都不让手下暴露身份 放箭 是这样吗 好狠啊 抓住龙下龙那个兴里的 搭车 超级的 下龙下龙上的 下龙下龙下龙始产虽 尽好你哥哥的武功高强 连我从功里精心挑选的士兵 让那些人命人 都没有一个大的对手 那当然了 我从小突然 我哥哥可不 他勤快的呢 我哥哥啊 什么都会 本是大人 最重要的是 他还游游有盟 名为不举 幸好 他不是我的敌人 那当然了 你是我的龙小弟啊 他是我的亲哥哥 自然会把你当成亲弟弟看待 他会保护你的 放心吧 别让你们兄妹俩 真是我的幸运 伤天 一定是派你们来 辅佐我的 快追 追 没事吧 龙小弟 没事了啊 看来这出了紫禁城啊 还真得让你 这个老大保护我 对了 我们赶紧去 另一棵树上 把丽萍弄下来 对 走 走 丽萍娘娘 你 丽萍人哪 徐姐姐准不放心 朱哥哥 又悄悄赶去帮忙了 丽萍怎么不见了 我可能记错了 我哥 没有把他藏在树上 那 咱们赶紧一起去找他吧 书建已经为国捐躯了 我一定要保护好他的女儿 龙小弟 你可真仗义 不用找了 我在这儿呢 丽萍 你去哪儿了 丽萍 臣妾被李护卫 藏到了远处的一棵树上 我看到他们走远了 就顺着树干慢慢滑下来了 这林子里的树可都是很高的 你居然能自己滑下来 竹子 臣妾的爹 可是威震一方的武将 臣妾小时候 也是在马背上长大的 这点胆量还是有的 你现在宫里的时候 总觉得你知书达理 多才多艺 问问可人 没想到 你还外揉内纲 有胆识 主子过奖了 行了行了 咱们别在这儿聊天了 咱们去个安全的地方吧 这样 去凡方向 咱们逃吧 好 你的手 快快 不是我的 是刚才有人要伏击大师兄 我把那个人解决了 快走 走 你拿点水 谢谢啊 疼 怎么样 等一下 我先了 救助 疼 我只有水 染着点 王大哥 我 所以 王大哥瞧装成主子的样子 被那帮杀手撕咬着不防 中了好多等 这些事儿 都是我从宫里惊挑细胜出来的 个个都训练有素 忠心耿耿 出宫的时候有三十余人 现在确实剩下这么十来的 刘德昭啊 刘德昭 这笔招会慢慢跟你孙庆祝 主子 昨天我本可以杀了他 但我未奉主子的旨意 不敢善杀朝廷命过 而且就那么一刀结果了他 实在是太便宜他了 你做得对 要杀一个刘德昭容易 但是一定要将他的罪行 召告天下 明正典型 这样才能起到杀一锦百的作用 等我回了宫之后 就见刘德昭这颗人头 开启整顿励志之风 朱哥哥 你知道吗 你说这个刘德昭 明明可以光明正大的派人来抓我们 为什么让他的手下偷偷摸摸的呀 这些黑衣人 不是刘德昭的手下 不是刘德昭的 主子 你看这些伤 这伤怎么了 这伤都是左身右前 下身上前 说明这些杀手的刀法 习惯反批和上溜 这和之前 舒总兵身上的刀伤 是一样的 这是江湖中 地躺门的独家刀法 刘德昭手下的正规官兵 不可能会使 那你的意思说 追杀我们的人和刺杀书贱的人 都是同一伙人 都是吴三贵之事 十有八九 是如此 难道吴三贵已经识破了我的身份吗 这倒未必 也许吴三贵只把你当作钦差大臣 怕你调查书贱之此时无所发现 才想要在山西地面上 杀人灭口 驾后给卢德州 看来你说得对啊 这趟回京的路上 注定不会太平 主子 有一队官兵追过来了 有多少人 三四十人 主子 我们赶紧走 昨夜 我们刚经历一场血战 不宜跟他们一样 撤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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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船也没有桥 我们怎么过河呀 主子放心吧 昨夜我们逃出来之后 我已经安排兄弟们提前过来探路 准备好了渡船 河的对面是一片宽阔的树林 只要进了那片树林 追兵们就不容易追到 你应变能力之强 安排之周密 确实令我大开眼睛 要是论江湖经验 我确实不如你 主子过奖了 臣从小生长在民间 在江湖中摸爬滚打 而主子高居庙堂之上 行的是安邦定国的大策 臣怎敢跟主子相比呢 你也不必谦虚了 持有所长寸有所短 在这方面 我确实应该向你好好学习 主子 我们尽快骑马上船吧 嗯 来 快跟上 这边 追兵马上来了 你们先走 我带侍卫兄弟们 去引开追兵 主子 我跟李太医一起骑马 引开追兵吧 那不行 我信 我不能丢下你 不管啊 可是 我担心 这船承受不了 这么多人的重量 况且 陈芹又不会水 出了意外 大家更危险了 可是 主子别犹豫了 你的安慰最要紧 一怀 主子交给你了 行 出发吧 走 我们走了 注意安全啊 驾 驾 在那边 追 奇怪 这刘德昭和吴三桂恩 为什么对我们的行踪 表如指掌 如影随形 难道让我们之中有内奸 不可能啊 这些侍卫 都是你亲自挑选的 八旗子弟 我跟我哥哥 也不可能是内奸 没有人了 希望如此吧 可能是他们派的 安哨太多了 一直在追踪我们 前阵队 追 嗯 这刘德昭和吴三桂恩 为什么对我们的行踪 表如指掌 如影随形 难道让我们之中有内奸 不可能啊 这些侍卫 都是你亲自挑选的 八旗子弟 我跟我哥哥 也不可能是内奸 没有人了 希望如此吧 可能是他们派的 安哨太多了 一直在追踪我们 嗯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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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cr 走 走 走 跑 走 走 你怎么出手了 娘娘 你真要回公府 当心 奴才已查看了竹林 没有发现敌人 好 知道了 奴才告退 老大 老大 你把船推走干吗呀 这你哥哥要是甩了追兵以后 找不到我们怎么办 龙小弟 你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 你说你把船放在这儿不推走 那敌人追上了 不就知道咱们在哪儿了吗 是 你会不会水啊 不会啊 我从小在皇宫里长大 从来没下过水 那你还当什么真龙天子啊 你当哈鸭子算了 这点我哥哥就比你强多了 我哥哥不仅精通水性 他呀可以一口气憋在水里 好长时间都不浮上来的 可是你哥哥一个人会水也没用啊 他还得忽着晚心 那怎么从河队岸游过来 我哥哥怎么可能 带着丽萍娘娘下水啊 我哥可厉害了 他会很多本事 只要给他半个时辰 河边这些树木啊 就可以让他弄下来 做一个木筏 直接带着丽萍娘娘 就可以划过来了 再说 他过来以后看不到船 他也能想办法找到我 我哥哥就是有这样的本事 以前啊 我还挺自负的 觉得自己是个文武全才 现在才知道 这世上人才太多 只是我很幸运 若你哥哥做了皇帝 未必比我差 容小弟 有些玩笑是开不得的 知道吗 这种玩笑别人开不得 我开个却无妨 行了行了 别废话了 咱们赶紧进树林 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吧 走 等一下 老大 你也太打惊小怪了 这只鸟就把你吓成这样 你 我不是为了保护你吗 我怕有埋伏啊 你以为你真是龙啊 能腾云家务啊 老说我武功差武功差 你武功比我差多了好吗 有埋伏啊 我 主子 你们先走了 走 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ch kg 你怎么那么重啊 重得跟猪似的 累死我了你 好险啊 你那些侍卫太没经验了吧 树林里有埋伏都不知道 咱们得赶紧离开这儿 走吧 龙小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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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你个笨蛋准时吸了毒烟了 龙小弟 龙小弟 你醒了 没事吧 老大 我做了一个好长的梦 做什么梦了 我梦得有一个美人在亲我 不正经 一醒来就不正经 是不是 老 大 我呼吸过了 你又怎么了 这装的还是真的呀 你别吓我 龙小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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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骗我是不是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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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大我没有骗你不是真的很难说 你 你们再给我坐一下 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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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你 你这次是装的还是真的呀 龙小弟 你别跟我开玩笑啊 龙小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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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醒啊 龙小弟 龙小弟 青城 你感觉怎么样了 等找个安全的地方 我再给你疗伤 我没事 辛苦你了 你是为了救我才负伤的 说这些做什么 今天若不是你 我就危险了 只要能真的帮到你 就算让我死 我也心甘情愿 我知道 你几次留下来不肯随康息走 都是为了我 其实你不用担心我 那些官兵对我来说 不过是蜻蜓养的久能凡带 根本就奈何不了我 大师兄 若是放到平时 我自是不担心 可是这回 你从刘德昭的府上 救了孟祥河以后 连续恶战了几天几夜 都没有休息 万一 稍有闪失 出了意外怎么办 你还知道为我担心 可另一个人 只知道为别人担心 你不担心 大师兄 你别伤心 小师妹不是不担心你 只是在他心中啊 你这个朱哥哥 是无所不能的大英雄 根本不需要他担心啊 你不担心啊 朱死了 你说你吃那么多干嘛呀 你哪是龙啊 你就是一头猪 你才是猪呢 噢 割到十字了 你 你干什么 要识君啊 你有没有良心 我累成这样 你在上面给我装昏迷啊 不是 我哪装昏迷了 我 我刚才是被你撞晕了 得了吧 你刚刚明明是醒的 不是 我本来真的是晕着的 你走路摇摇晃晃的 把我给摇醒了 我正下来的 这 不知道你这 叽叽咕咕说什么的 我就想听一下 没想到啊 你居然在背后说我的坏话 被我发现了以后 你还行凶把我扔在地上 恶人先告状啊 行 我躲开行了吧 不不不不 老大 老大 你 不是 你别生气啊 我请你吃好吃的还不行吗 不是 老大 这屁股坏了 我追不上 老大 不是 你别生气了 你听我说 我那时候 不是 老大 你考虑一些伤惨的你 走开 快走 快走 二位 快走啊 我越来越来越好 酒粥饭吧 好幸福啊 不过 我大哥跟丽萍娘娘 不知道怎么样了 你放心吧 以你大哥的本事啊 至少 保护他自己和丽萍 安全脱身是没问题的 但是我们去哪儿找他们呀 年夏整个山西都不安全 咱们只能顺着道往京城走 要是能在半路上遇见了 那当然最好 如果不行的话 就只能在京城捧面了 也只能如此了 你不要走 快来啊 大师兄 不是那儿 是这里 怎么了 大师兄 大师兄 现在啊 你是大夫 我是伤者 治伤的时候 不用拒于男女之力 来 我们这一路上 自离了太远 就遭到吴三桂 留得着两路人马的追伤 实在是太蹊跷了 你的意思是说 为什么他们对我们的行踪 和计划了如指掌 对 我怀疑我们内部 出了奸细 很有可能 我估计 应该是康熙的 侍卫里有内奸 多半是熬败的